自從曾智慧重返TVB上任管理層之後 無論觀眾還是歌手藝人都很關心 智慧哥何時重啟掌門人這個經典遊戲節目 這一日智慧哥率領一眾新舊長老 出席開心無敵掌門人拜神儀式 大家終於都可以說一句掌門人回來了 為何會再做掌門人呢 第一當然是我們今年是25周年 最重要的是我們TVB55年台慶 這次我回來經常在街上看到 他們說何時重啟掌門人 何時重啟掌門人 我早就說讓我先坐好位置 我們有很多工作 但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候 可以再和大家重溫一下掌門人 最主要是甚麼呢 因為很多遊戲其實現在的小朋友沒有看過 第二就是我們TVB 很多同事都未玩過 因為我們很多年沒做 很多新同事進來 他們那時還年輕 或未進來TVB 很多歌星都是 他們很想說 我很想玩掌門人 我開給你們玩 所以我們頭幾集 將會在175個遊戲裡 選擇三十多個最受歡迎的 和現在的未玩過的同事 一起去玩、分享一下 最重要的是 給現在的觀眾 你說重拾回憶也好 或者給年輕人 或是年輕人 未玩過、未見過 都跟他們玩 給他們看看 這是最重要的意義 是 十集之後 其實我們都想了很多新的 我們慢慢地 逐個逐個再和大家玩 至於前家樂 和阮兆祥兩位獎老 再度主持節目 他們都說回憶回來了 還很期待和嘉賓觀眾 玩遊戲、贏獎品 很多東西都在掌門人拿回來 你不見了那麼久 你不記得他欠我的錢 誰欠你的錢 這麼大膽 我都欠他的錢 我都是欠他的錢 我很多東西都在掌門人拿回來 你真的嗎 我整個家裡都在掌門人拿回來 對 真的很多東西 提升你呢 昨天我們在這裡採排的時間 我們都一起幫忙試機 然後看到我們 尤其是我們彈椒的機械 見到的時間 很感動 甚麼都回來了 對 很多回憶都回來了 我更加開心 今晚可以對著現場觀眾 做一次和他們分享 玩掌門人士的快樂 又或者是派獎品給他們 甚至是可能邀請他們來 和我們一起玩遊戲 我很期待 接著見到現場觀眾的笑容 這輯節目還加入了麥美欣、吳嘉儀 程浩盡等多位新長老 能夠參與節目 他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之前有跟曾先生、大師兄、長師兄 有做過《愛香港》 所以他們昨天正式認證 其實那時候已經當成長老 現在當然要有份 我也很開心 因為原來那時候已經是 有個認證 看到他們的肯定 當你們收到這個消息 你們是否很開心 我以為在拍整個節目 是真的 因為叫我上房 第一次不是跟我說做甚麼 他說有個節目 是掌門人的 有個位置給你 我說是否是掌門小姐 他說你太老了 我第一天知道的時候 我以為要做駕駛 我心想我未做的駕駛 都好 試一下 反正沒事做 不是 我來做長老 啊 長老 這段時間每天都在想 也都要問長老 大師兄他們到底要怎樣做 研究一下 好嗎 反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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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